在城市裡漫遊 最大的樂趣就是丟掉地圖 自己在巷弄中穿梭 尋找街頭巷尾的驚喜或樂趣 也許是特色獨具的藝術天地 也許是低調而充滿人情味的老屋民宿 又或者是可愛的法式小花園咖啡廳 或是在地人激推的划算小吃 這一集跟著Windy和瑋瑜的腳步 一起在巷弄轉角遇見旅行驚喜 花蓮這個地方最讓我著迷之處 就在於當然它充斥了原住民的熱情 另外就是在每一個巷弄 每一個轉角都可能會有驚喜 像我們在這個喧鬧的街上 其實也有一個非常優雅 非常熱情的空間 它裡面有很多原住民的文化 還有原住民 他們想要表達自己的創作天分 統統都融合在裡頭 帶你去看一下 哈囉 打掛嗎 嗨… 有內線消息指出說 這間店的那個店長是美女店長 果然迷不虛傳 這個地方 我們覺得有很多原住民的元素 譬如說織布 木工 可是進來又覺得好像有什麼地方 跟其他的原住民展覽空間 或是原住民藝品店不太一樣 因為有一些創作者 他覺得說我做了那麼多的創作 可是為什麼會沒有地方可以放 可以讓別人看 我想說這間店有這個機會 除了就是說這個平台 可以放一些好的漂亮的作品之外 也希望說創作者 能來這邊互相交流 然後看大家的作品 然後互相欣賞 然後設計自己的創作這樣子 所以他跟一般我們去那種花蓮 有一些地方 可能只是買個小吊室啦 做紀念不太一樣 它其實有很豐沛的能量 跟很精緻的感情在裡面 很細膩 介於一品店 工作坊 和展覽一廊之間 這間巷弄美店 同時具備了 時尚和民俗傳統的味道 編織 木雕 繪畫 金雕 有色彩飛舞的揮灑 也有圖騰拓映的織樸 每樣都十分細緻 而且每一樣都是 獨一無二的手工作品 例如像這一隻 這一隻粉紅的這個豬 就是好多人會喜歡 它這個作者是叫做 布吳阿古亞娜 然後它這邊 就是曾經有一位朋友 就是來店裡的客人就講說 這個是一隻就是兔子 因為它這邊有耳朵 對 然後我說不是… 因為我知道布吳它從過去創作 都是做山豬 所以我就跟它爭執 我說它是山豬 它說不是 它是兔子 結果我就跟那個布吳講說 這到底是山豬還是兔子 他就說它是兔子山豬 因為你看 它是紅蘿蔔 它是紅蘿蔔 把繽紛 浪漫的色彩 揮灑在山豬身上 不但凸顯了創作的無限可能 也暗喻了原住民 對大自然的感恩 因為不管狩獵還是倦養 山豬永遠都是 原住民生活裡的重要角色 還有原住民獵人 隨身攜帶的獵刀 也能成為藝術創作的主題 我個人非常非常佩服 那種雕工精緻 就是木雕 一寸一顆… 把那個圖案雕得非常細膩的作品 這個很花時間 以這個作品來說 它其實是仿十字秀的柯文 然後仙廷它 其實它做的刀 其實都非常非常費工 像這個的話 這個作品它其實是仿那個 就是… 藤編 對 藤編的概念 去來去做的 所以它這個功夫其實非常了得 而且非常非常細緻 其實每個人來看都非常喜歡 現在其實有一些年輕人 其實真的很想保存 就是傳統文化 也真的去學習 就發現其實是真的困難的 但是他們真的很用心 其實納告的這個空間 也是這樣子一個充滿了力量的空間 希望把藝術還有原住民的 這一些文化統統找回來 所以如果你散佈在花蓮的巷弄當中 不要忘了進來找它聊一聊 它可以告訴你 好多好多的原住民故事 在這裡 每一樣作品都有由來 都有生命 都有藝術家 農烈卻內斂的情感 納告說 未來也會把二樓的空間 規劃成創作區或藝術講堂 讓來到花蓮的朋友 都能近距離 和原住民藝術家互動 了解他們的文化 吸收他們的能量 然後跟著傳遞他們的熱情 雖然花蓮的金三角地段非常熱鬧 可是離開了金三角 在巷弄裡面的小吃 更值得細細找尋 今天的花蓮巷弄小吃 第一發要帶大家到博愛街 我知道了 就在那裡 一定沒算錯 沒有 一定也很錯 貓 顏色 氣質 聽起來似乎是西餐廳 才有的特色 但是Windy現在要去的這間巷弄店家 是賣米粉湯和黑白切等 台式小吃為主 不要懷疑 賣小吃也是可以很有藝術氣息的 真的好多顏色 而且也好多貓喔 這些顏色 這些貓 通通都是在這個小吃店裡面 而且這些畫作都是來自於 姊妹姐的手臂 姊妹姐妳好 妳好… 姊妹姐 我們現在這個餐廳 它是一個米粉湯的小吃店 可是有這麼多的畫作 讓人覺得好像跟一般的那種 小吃攤米粉湯黑白切不太一樣 這些都是妳畫的嗎 是… 妳為什麼會畫這麼多畫 擺在店裡面 因為我們的小老闆娘喜歡貓 小老闆娘跟妳的關係是 姐姐的女兒 子女 對… 所以妳就畫了很多貓送給牠 對 大概畫了多少張 加起來應該有100多隻 100多隻喔 怎麼會畫這麼多啊 為什麼會有這個想法 想說畫那麼多貓送給子女 因為牠生了一場病 對 牠生病的時候 牠喜歡貓 然後我想說要怎麼樣關心牠 我想說就畫貓給牠 那時候還不會畫 但是我就每一天畫一隻貓給牠 所以現在很健康 就在這個貓的 還有阿姨的照顧之下 還有整個溫暖的陪伴之下 病就好了對不對 對… 從畫貓開始 姊妹姐無時自通 畫出心得 這些作品都掛在店內牆面上 營造出優雅的氣氛 讓這間賣米粉湯的小吃店 變得跟其他小吃店完全不同 當然餐廳的重點 還是在食物本身 他們精心烹調 用大骨湯熬煮的招牌米粉湯 可是叫好又叫做 左右鄰居在地人 都豎起大拇指稱讚 除了店裡面的招牌米粉湯之外 其實他們還推薦了另外兩樣 一樣是腿褲飯 另外一樣就是綜合蔬菜 這三樣可以說是店裡面的 招牌人氣Top3 前三名都在我桌上了 一定要先來大家認識一下 這個米粉湯 因為米粉湯的湯頭 他們本身是用大骨 還有很多的骨類肉類 去熬出來的 所以是完全不加味精的 你單喝也會很好喝 真的… 就是很香很甜 然後又很清爽的感覺 不會說做得很濃郁 非常清爽 但是那個淡淡的香味 會不停地冒出來 然後像這裡的綜合蔬菜拼盤 也是很多客人來都非常喜歡的 因為他們都是用當令當季 像現在有什麼蔬菜 現在當季什麼中息 他們就會切什麼給你吃 就是這一味 蔬菜就是要吃這種新鮮的甜原味 你看只要蘸一點點醬料 真的就覺得好像那個花蓮 好山好水都被你吃進來的感覺 非常棒 這裡的綜合蔬菜種類多元 山藥 南瓜 番茄 光是配色就很讓人垂涎三尺 淋一點淡鹹的油膏 蔬菜原味完全被勾引出來 喜歡傳統味的朋友 也可以試試他們的腿褲飯 帶點油光 切不油膩的豬腳又Q又入味 配上古早味酸菜更是香噴噴 如果外地朋友一時之間 吃不下這麼多 可以現場吃米粉湯 腿褲飯帶上火車吃 但是喔 因為太香了 要小心隔壁乘客抗議喔 在台中市呢 其實你都記得喔 以後來逛台中市 要往小巷子裡頭轉 因為慢慢慢慢的呢 最近台中市的小巷子裡頭 都有了一個新的不一樣的風貌 像是我們帶大家來到 離草戶道不遠的這個地方 中心一向 它其實呢 最近就有一個新的綠光計畫 這一整排它其實是以前 自來水公司的一個舊宿舍群 但是現在呢 在被打造了之後 它其實成了一個新的 創業之後的文創新聚落 有哪一些新鮮好玩的事物 等著我們呢 就讓我們一起去城市尋寶遊囉 今天呢 在這邊要跟我們一起逛這個地方 逛這個微創聚落的呢 在我身邊歡迎微創文化的 Peter哈囉 哈囉 大家好 這個空間是你們打造的對不對 這個空間就是我們 發熱型團隊經營的一個 平台空間 那可以帶我去逛一逛嗎 當然啦 沒問題 好 那我們往這邊出發囉 Peter為什麼這邊叫做一個 微創聚落 它其實不叫微創聚落 它原本是這樣的公司的宿舍 那光費了已經十幾二十年的時間 都是一個廢墟 那我們就是希望讓城市角落裡面 這樣的廢墟能夠有重生的機會 那我們不會像一般人家 外面看到的那種商圈 商場的感覺 你會有指示招牌 然後會告訴你什麼店什麼店 其實我們不做這種事情 你進來你會感受到的是一種 有比於商業形態的一種 生活商圈聚落的感覺 不同於一般的商店街 在綠光計畫的巷弄中 沒有醒目的招牌 也沒有殺紅眼的特價布條 有的是刻意保留的老房子外觀 以及原始的鐵窗林 石牆 地磚等等 要將舊空間的視覺記憶加以延續 接著就讓我們來探險看看 這裡有哪些特色店家吧 我們是後現代的窗椅法廊 用大量的鐵件 金屬等元素 營造出後現代風格的 這家時尚髮廊 獨具風格的設計巧思 讓人在做造型時 也能夠有不一樣的心情喔 你好 我是Isabella 歡迎大家來這裡用餐 走舒適鄉村溫馨路線的 則是這一家複合式咖啡 乾燥過後的鮮花 在這裡點綴著每一個角落 就連盛裝點心的蕾絲盤 都如此可愛細緻耶 在這裡消磨午茶時光 感覺挺愜意的喔 Peter 接下來我們就來到的是 這個聚落的二樓的空間 對 二樓它也是商家的一個 就是可以進駐的空間嗎 沒錯 二樓其實就是一個 我們把它刻意擋到成一個平台 它原因其實是因為 剛剛講的它一旁邊都是平台 所以整個屋頂通通都已經坦塌了 那我們就是希望把這樣子的房子 重新把它的露台建構起來 它是可以吸引到下面的 這些民眾來玩的人 上到露台上面來 可以在上面 我們會辦一些市集的活動 辦一些音樂會 辦一些講座 在一個露台上面 它可以形成一個即刻的效應 然後幫助到二樓的變價 而且我覺得二樓它很舒服的就是 你可以進去逛之外 它有一些座椅 是讓遊客可以自在的去使用 好像在國外悠閒的感覺 大家好 我們是以旅遊和 異國料理為主的小廚房 歡迎大家來走走看看 感受一下旅遊的氣氛 也進化你的下一段旅程 小小的店面雖然不大 卻是個歡迎旅行同好 互動交流的好空間 各國的旅行工具書 在這裡提供租借與買賣 小廚房也提供異國風味的 特色料理喔 這裡是一家傳遞台灣的味道 歡迎你一起來品嘗台灣 來自全台各地的小農特色商品 被匯集在這個空間當中 像是鳳梨世家冰淇淋 龍眼蜜手工皂 還有各式手工果醬等等 想要全台挖寶 尋找產地特色嗎 來這裡就對啦 在距離綠光計畫不遠的巷弄中 還有一個滿足甜點控的所在 就是這個甜點森林 像是日本自由至秋的甜點森林般 在同一棟建築物裡 容納了好幾間的甜點小店 形成了一個可愛的甜點之路 剛剛我們不是帶大家去逛 綠光計畫嗎 其實也走了一些路 腳而有一點痠 所以在隔壁街其實不很遠 大概走路3分鐘左右的距離 你就會看到一個甜點森林 所以我們這邊分別挑了 4種不同的甜點 當然要先消除一下我們的 剛剛走路走得很熱的 這樣子的一個暑氣 所以我們就點了一杯冰冰涼涼的 它其實是義式的手工冰淇淋 這邊我們點的是 它有兩種水果組合成的 一種是鳳梨 然後另外一種是紅醋梨 它兩種水果結合而成的 手工冰淇淋 我們先來吃吃看 它的冰淇淋的部分 我覺得它有紅醋梨的酸 但是它有鳳梨的甜味在裡頭 然後結合了兩種水果的 不同的那一種香氣 它的滋味是很豐富很跳躍的 搭配上有一點那種微氣泡的感覺 你就會有一個很舒服消暑的滋味 好 接下來我們要來吃的 就是剛剛有提到 這邊有一家甜點店 他們用了非常多荔枝 然後去做成各式各樣的甜點 其中第一名的就是 他們的馬卡龍 這邊我們選擇的口味 除了有荔枝之外 它還結合了玫瑰 所以我一拿起來就聞到 它有一個很方丈的玫瑰氣息 我來試試看它的口感 它的殼很脆 然後中間的那個冰冰淋的內餡 因為長得還滿厚的 所以你可以吃得到它有那個 綿密潤滑的那種 奶油的效果非常的明顯 然後我覺得荔枝跟玫瑰 它本來就是很搭的那一種氣息 一個果香 一個花香 其實是非常的享受的 這個好吃 另外這一塊 白色外觀的蛋糕捲 可別看它不起眼耶 它可是曾經在蛋糕比賽中 獲獎的季菌商品 只用蛋白做成的蛋糕體 捲起薄薄一層黑巧克力醬 以及融入酸甜百香果的 白巧克力慕斯 輕柔酸甜的口感 會讓人忍不住一口接一口喔 最後我們要來品嘗的這一道 它其實是屬於一個比較 美式的派的一個這個做法 但是它其實組合得非常的細膩 因為它其實是用新鮮的蔓越莓 然後結合了那個胡桃 好 讓我們來嘗嘗 上面的那個杏桃咬下去 非常的香 然後裡頭蔓越莓的那個滋味 是酸酸甜甜的那個氣息 還帶有一點火肉當中 雖然它烤過 可是還會有那種果汁 溢出來的那種感覺 然後再加上胡桃的那個脆度 然後還有它的香氣 還有底層的那個派皮 稍微有一點奶油的那種香氣 它層次也是非常的飽滿 然後非常的多層次的 這個派也很好吃 來到台南 最棒的地方就是 我們可以去住老屋 有很多老促改建的民宿 其實都非常有味道 可是我們今天要去的這一間 我有一點給它找不到 因為那個 據說它非常的難找在巷弄裡 19 18 好像是這個 好像是這裡… 對啦 這一個你看這巷弄 怎麼可能經過大馬路的時候 會注意到它 一定要熟門熟路才找得到的 是這裡 應該沒錯 進去看一下 安平的街頭巷尾 臥虎藏龍 許多被保存改造的老屋民宿 都低調地隱身在小巷弄中 這次Windy尋找的不只是老促 還是回鄉青年親手打造 有美麗情緣的特色民宿 走進來之後 芳草壁連天 有一種柳暗花明又藝村的感覺 不過我還是要講 小胖 你們家真的很難走耶 我跟你說 這樣子剛剛走進來有沒有 走進來之後 就想說不好找…在巷弄裡 然後走進來看到小胖坐在這邊 很悠閒地搖著木馬 就覺得 真的是走進了不一樣的時空 不一樣的生活步調 然後不一樣的環境氛圍 你自己當初是怎麼找到這裡的 因為不好找啊 當初其實也是下雨天 就兩…大概兩三年前回來的 回來台南的時候 就騎摩車亂逛 從巷子口經過這個地方 外面看到在貼一個珠的招牌 紅字條那種嗎 很大 對 我就想說要不然打個電話 問問看他有沒有要租好了 他說你先自己把門推開 進來看就可以了 隨便你就對了 但是進來一看的時候就看到 我們家有一個龍壁 還有這個庭院我很喜歡 龍壁 對 龍壁是什麼 就是… 我前面這一塊 有龍的浮雕的石壁 龍壁這種東西不是大明帝國 或是大清帝國 我大清明白就是靠這一片龍壁 來延續的 不是那時候才有的東西嗎 其實當初我也問了房東 就是這個伯伯說 怎麼會有這樣子的 那他們說在他出生的時候 就有這塊龍壁 好神奇喔 而且它的龍… 上面的龍的雕紋 其實到現在還是非常的清楚 滿清楚的 所以這邊是寶地耶 這間老屋已經有超過70年的歷史 龍壁正對主屋 庭院寬廣 流水潺潺 這種長形的格局 在傳統閩室建築裡 稱為單身手 空間雖然比三合院小 但感覺更像是 專屬於自己的小空間 我要融化了 我真的很喜歡這種老房子的感覺 你看進來其實就是木樑 然後紅磚 這些都是原本的結構嗎 不是原本的結構 有才重新結構 對 重新結構加強 所以你也是邊做邊學 對 邊做邊學 像這個紅磚的部分是 也是天心的磚上去 對 它裡面就 我用鋼骨把它包起來 可是像你自己覺得 在做這個房子的時候 遇到最大的困難是什麼 資金其實是最大的困難 還有做到一半都很想放棄 因為只有你自己一個人在做 因為只有你 設計圖只有在你的腦海裡 沒有人可以幫你 其實夢想本來就是要經過 一段很辛苦的必經之路 但是過了之後就覺得很好 親自投入設計 木工 一剛開始不被親友看好的小胖 在歷經九個月之後 讓老屋重生 充滿風格巧思 紅磚結合木構 原有的大廳變成交易廳 加上L型大壩台 空間寬敞又溫馨 架上瓶罐中的零件 則是自己動手改造的見證 沿著側邊的樓梯往上 挑高的房間設計 也是小胖的得意傑作 二樓的格局讓人感覺很舒服 所以小胖這整個格局 你說有多蓋半層樓起來是不是 對 大概是這邊半個樓層起來 半個樓層往上蓋 對… 所以採光真的變得很好 因為你那個窗戶又開得都很大 對 這樣整個陽光灑進來感覺超讚的 你自己應該沒有客人的時候 也很常來發呆 對啊 製作在角落發呆 對 製作在角落發呆 還滿棒的 還有早上被太陽曬起來的感覺 對 還有日落 日落在另外一邊這樣灑進來 很棒這樣子 我覺得整個木造的這種風格 讓人很舒服 然後就像我們剛剛說的 因為陽光進來的那個分量 非常充足 所以你就會覺得 哇 好像你的心胸變得很開闊 或是在這個地方 你可以感受到那個大自然 跟台南慢活的魅力這樣子 這個真的很不錯 大家都知道台南的小吃美食 吃也吃不完 吃也吃不進 而且你來台南吃美食 你一定要記住一個心法 那就是早起的人兒有老店吃 你知道台南的老店都是開早上 有的賣到中午 他就不賣了 所以你一定要早起 現在就在大家早起的人兒 去吃一個在地人 偷海人的吃飽的東西 到底是什麼呢 待會兒告訴你 清早的安平運河 還朦朦朧朧的 有種沒睡醒的悠哉感 但是運河對面這間 在地人的早餐店 卻已經人生頂沸 生意超好 在地人的早餐 不吃漢堡三明治 而是最新鮮的失目於料理 是不是 不是 我就說是會讓土海人 吃飽的早餐 你看這一桌 煎 煮 烤 炸 通通都有了 感覺超豐盛 而且我面前這一碗 就是他們的招牌鹹粥 原本我想說鹹粥 應該就是放一點碎魚肉 或是加一點芹菜 就沒想到你看這一碗 裡面有什麼呢 有虱目魚柳 然後有炸魚肉 還有鵝啊 最重要的是它的飯量超多 我先來品嘗一下它的湯頭 好甜喔 超好喝的湯頭 他們這個湯都是用魚骨去熬煮的 慢慢熬煮出來 然後因為你知道本身 它其實還有放蚵仔 所以除了失目魚的香甜之外 那個蚵仔的香也融在裡面了 還有油蔥酥加的恰到好處 非常棒 魚柳條一定要試試看 很軟嫩 很甜 很鮮美 好好吃喔 然後我跟你說 你吃不這碗鹹粥的時候 你要搭他們的那個招牌小菜 油條 如果只吃油條的話 就不稀奇了 他們的油條是淋上了肉燥的油條 這個 油條爆漿了 要快把汁吸在那個裡面 外面還是會有一點脆脆的 可是那個肉到的汁 會從裡面這樣子爆出來 很好吃… 這間小吃店 原本就是養殖失目魚起家的 所以對於魚肉的品質特別講究 不但每天新鮮現沙 也根據魚肉各個部位的口感特性 烹調出不同的料理 這一道魚皮湯 也是他們這裡的招牌料理 然後雖然它叫做魚皮湯 可是你看 它其實不是只有魚皮而已 它還是有帶一點點的肉 然後我覺得很厲害的地方是 這個魚皮 它把它煮到有點透亮透亮 看起來就超好吃的 本身就覺得是一整塊膠原蛋白 在那邊跟你招手說 來吃我的那種感覺 然後它整個湯 其實都是加很簡單的配料 都是薑絲 然後一點點的那個芷菜 這樣子去提味而已 這個魚皮跟我們平常 想像的魚皮不太一樣耶 你知道我常常吃魚的時候 其實都會把魚皮削掉 因為都會覺得那個魚皮很難咬 或是黏黏的 它這個煮得剛剛好 就是它有那個膠質在 可是不會讓你覺得很抑壓 反而是咬下去 它很快就溶掉了 然後跟魚肉一層 合在一起吃 真的好讚喔 這個入口之外的感覺 太幸福了啊 台南人這樣子可以嗎 不準備10個胃可以嗎 不準備10個胃真的不夠用 因為還有這道鮮魚肚也很誘人 表面間的金黃酥脆 魚肉本身的湯汁卻一點也沒少 肉質更是又軟嫩又鮮美 這一道很特別的料理 我們有吃過的 煎魚腸 虱目魚的腸子長這樣 有沒有覺得很吉特 有捲曲的部分 然後還有整塊的部分 他們是把它拿來用煎的 煎的這樣子有一點點脆脆 黃黃金黃金黃的感覺 我們有吃過魚腸耶 這個太適合配可樂和啤酒了啦 整個就是要把可樂啤酒拿來配啊 因為它前面那個捲曲的部分有沒有 很脆 很像那個鹹酥雞譬如說炸雞 或者是說有一點點像 就是炸比較酥脆的東西的那種感覺 但是它後面那個魚腸後面那一塊部分 又很軟 現在你吃魚腸就是前面脆脆… 突然有一個軟的東西出現 很香 然後都不會有什麼油耗味 煎得恰到 其實拚煎魚腸拚起來 好像是有點害怕的感覺 但吃起來其實還滿讚的 你看看這一道 這一桌 這樣子的早餐 你不飽到晚上 怎麼可能 吃完之後真的一整天 都不用再進食了啊 女孩們注意了 接下來要帶大家去的這個地方 幾乎99.9999的女生 都一定會喜歡 這個地方是在新竹市區裡面一個 藏在巷弄裡面的小花園 這個小花園裡面有很可愛的手作物 有很多美麗的植物 同時還有食物的香氣 我們一起去享受這個美麗的所在吧 這間小花園其實是充滿鄉村風格的咖啡廳 店長用花園的概念來設計 許多小小的盆栽 在門口整齊站崗 十分引人入勝 想像中的園丁可能都滿身是土 然後忙進忙出 但是在我身邊這個園丁 它非常的優雅細膩 Clear妳好 妳好Windy妳好 妳好Windy妳好 妳們這個空間真的非常漂亮 它就是一個小花園的概念對不對 對 妳怎麼會想要把花園搬到室內來呢 因為我很喜歡種花 又很喜歡有咖啡館的感覺 所以就想要打造一個 感覺在咖啡館又在花園裡面 喝咖啡的一個環境 而且妳們的小花園 剛好就在馬路邊的巷子裡 所以就覺得好鬧鐘取靜的感覺 小花園裡面這一些 花花草草 手作物 也都是妳自己打造的嗎 對啊 都是我們自己 就慢慢的花了四個月時間 慢慢打造的 很細緻耶 然後在我們旁邊就是後面這一個 它其實就是陽台… 就是想要把它打造成陽台的空間感 對 因為我寫了一個部落 叫11樓之二小花園 那這裡的話就會有一點 咖啡館裡面帶了一個陽台 其實大家看到的是 陽台裡面還有一個小空間 實際上我們現在住在外面喝咖啡 我們現在就住在花園裡 你們這邊的餐點也都是走輕食路線 對 我們這邊都是下午茶輕食 像這一份有濃湯沙拉跟麵包的套餐 我覺得很適合女生 因為份量滿剛好的 然後也有很多的生菜 這個南瓜濃湯 看起來顏色好漂亮喔 對啊 我們就挑選一個東森南瓜 這個南瓜的顆粒的細緻感 都可以吃得到 濃稠度很剛好耶 OK 好新鮮喔 有果圓的味道 都是南瓜它的甜度 不會說非常非常甜 可是它有一種清爽的香氣 就是還是你們有偷加什麼 我們會加一些香草 還有芹菜的提味 對…是芹菜 香草 它南瓜的甜度之外 就會有一種清清的 真的是很像好多的植物 都同時有味道冒出來 很滑順的口感 柔柔滑滑的 搭配南瓜濃湯的 是清爽鮮脆的沙拉 以及香蒜麵包 尤其口感鬆軟 香氣濃郁的麵包 單吃或沾著湯汁都很美味 至於女孩們最愛的午茶 當然首推繽紛又香甜的 鬆餅套餐囉 你們的水果放得超多的 我們希望大家可以吃到 又有鬆餅又有水果 非常營養均衡的鬆餅 鬆餅也是你們自己調的嗎 對 鬆餅的粉 我們也是自己調製 然後我們會加香草夾的 那個香草汁 好 我要來嘗嘗看鬆餅 甜度很適中耶 而且你們撒的糖粉 非常地剛好 吃下去那個香香鬆鬆的味道 真的是有那種香草的香氣在裡面 所以不會像外面吃到的鬆餅 口味那麼濃重 反而是比較清爽的 而且外面很脆 然後裡面還是鬆鬆軟軟的 很好吃 如果不想要鬆餅那麼多的份量 來一小塊布朗尼 也是很不錯的 濃郁的巧克力味 不會太甜 還帶點和果的香氣 是打從心底會微笑的美味喔 在這樣的空間裡面用餐 就有一種像在南法度假的悠哉感 我真的也很希望自己 可以有這樣的一個空間耶 那妳可以適合來我們這邊上課 上什麼課 我們這邊每個禮拜二或三 我們會像一些青木工 或一些人藝組合 或是一些小花藝的課程 所以就可以把妳的手藝都學起來 然後回到家裡面 應用在自己家中 對 我們很多客人其實來這邊 他是想要學這些 這個小小的DIY 太好了 來這裡又可以度假 又可以吃美食 又可以吃下午茶 然後又可以學到東西 回去打造自己的小空間 這樣的秘密花園 你怎麼能錯過呢 台時期限乍看之下 好像沒有什麼店家 可是其實美食 就藏在細節裡面 我們非常幸運 因為我們導演 本身就是在地人 他今天要把他自己 從小吃到大的板條店 介紹給大家 而且這間板條店 他們本來不接受採訪 後來導演拜託… 他們還是不接受採訪 結果導演的爸爸 就來拜託… 他們還是不接受採訪 導演的媽媽也來拜託… 到地方說 我兒子從小吃你們吃到大 你們不給我們採訪一下 這個就是在地的惡事例 不是 是在地的人情味 出動全家大小 他們才給我們採訪的 到底是有多厲害 進去瞧一瞧 這間拜託了好久的老牌小吃店 從光復時期就開始經營 最大的特色就是 至今人使用傳統爐灶材燒 從板條的高湯熬煮 到小菜滷豬腳 都是柴火熬煮出來的 也因為這種堅持 所以煮出來的味道 有無可取代的古早味 南部的東西就是這麼的紮實 我面前這一碗湯板條 它雖然是小碗的 可是它分量真的非常的多 它不只是分量大而已 裡面的學問還相當的多 因為這一碗是架槓的柴燒板條 怎麼說呢 他們的湯頭真的是用柴去燒出來的 這個湯頭不是大骨湯 它是鮪魚熬出來的湯 所以你看它的顏色感覺 比較清澈一點點 你先喝一口湯頭這樣比較純淨的感覺 鮪魚熬出來的湯頭真的不一樣耶 它會有一種和風日式的感覺 好像那種日式高湯清爽清爽 然後淡淡的香甜 會讓你覺得整個早上的精神非常好 然後他們這個肉燥也是有海味的 是豬肉加了鮪魚進去 再來就是板條 我們沾一點點肉燥醬吃看看 肉燥好油喔 因為它的肉燥還跟那個油蔥酥 整個全部都混合在一起 然後板條真的 它的那個厚薄度剛剛好 因為它那個厚度你可以完全感受到 有一點點彈性 可是因為煮得非常的綿 就會覺得吃起來好讚喔 這個才叫做真正的海陸雙拼 最古早味的海陸雙拼 就是這一碗好不好 湯頭 肉燥都好吃的沒話說 裡面的肉片和豬肝也是新鮮又大塊 厚厚的就適合大塊多一 這麼一碗下肚絕對超有飽足感 他們的小菜你們也一定要點一盤來嘗嘗 因為這裡的小菜每天都是新鮮現做的 老闆說他們絕對不放隔夜 因為冰起來之後就不好吃了 所以整個都是精華 你一定要點一份來嘗一嘗 好有彈性 真的就是要聞火這樣柴燒去滷 你才會滷到說外面這麼彈 可是裡面又很軟 而且這個滷味就是古早味的那種感覺 你知道古早味那種醬油 就是白太滴 白太鹹 然後你就會覺得淡香淡香的 很麻麻的味道 這種就是厲害 豬血糕 豬血糕 特色小菜必點之二 就是他們的豬血糕 外層很軟 內層卻非常有彈性 而且香氣十足 如果再沾上店家自己特調的醬料 吃十塊都不會膩 重點是 不管粄條或小菜都非常平價 難怪學生 農夫還有公班 都不約兒童一致推薦 在將軍這邊 如果說你現場 就要品嘗最新鮮的海味的話 有一家老店的小吃 非常的知名喔 就在這邊 非常知名的蚵蝦老闆娘妳好 妳好 為什麼你們家的蚵蝦這麼有名啊 可以先幫我做一個嗎 可以 我們要先在上面抹薑對不對 對 然後你看牠們的蚵仔好大顆喔 這是產地的嗎 青葷生當地的 好 為什麼你們家的蚵蝦這麼有名 先說你們家蚵蝦賣多久了 四五十年了 四五十年 所以你應該不是創始人對不對 是 你是第幾代 第三代 可以賣第三代耶 所以真的是非常的久 街坊鄰居應該都常常來 很好吃對不對 對 為什麼你們家的會這麼好吃 有沒有什麼原因 或是什麼蜜方蜜訣 那新鮮啊 很多啊 優惠美 但是我看到餡啊 老闆娘裹那個薑在上面啊 其實沒有裹得很厚 是薄薄一層薑 這是你們家的特色嗎 是 提薄 提薄 但是餡非常的多 就在青山漁港旁不遠的小巷子裡 這一家蚵爹老店 有著深深的產地優勢 青昆生 有豐富的蚵仔養殖業 尤其是夏季7到9月的蚵仔 最是肥美 除了蚵爹 這裡還有各式海鮮類小吃 可以讓你一次嘗鮮喔 熱騰騰的呢 我們的新鮮海味就上桌了 在我前面呢 除了架槓就是賣了非常多年的蚵爹之外 老闆娘還推薦了我們虱目魚丹 然後還有蝦酥 然後就讓我們一一來品嘗 先吃原味 就是不沾任何的醬 而且你看喔 這個蚵爹我們把它剪開來之後 你看它那個外皮真的是很薄 其實只有一層薄薄的 像是脆皮的那個感覺 然後裡頭的餡料 真的是非常的飽滿 很多 而且重點是那個蚵仔 非常的大顆 好 我來吃吃看 下去啊 那個蚵仔是會爆漿的耶 而且呢 它外面那個脆皮啊 脆脆趴趴趴的 好像是在吃餅乾一樣那樣的脆 裡面的那個蔬菜啊 因為它有韭菜 芹菜 然後還有青蔥的那個脆度 然後其實它那個蔬菜 還是可以吃得到一個爽脆的口感 然後呢 滿足爆漿的口感 其實就是來自這個 非常大顆的蚵仔 你看喔 它雖然經過 這麼高溫的油炸之後 它還是沒有縮很多 還是維持很碩大的一個顆粒 在這邊 滿滿的精華海味 就在這個地方 難怪可以賣這麼多年 而且祖傳三代 真的是非常美味耶 還有這一道裹了微粉 現炸的鮮蝦酥 是用一支支現撈的沙蝦 帶殼酥炸而成 再撒上胡椒粉來調味 調下去外殼酥脆 蝦肉盡濕又彈性 一口一口的當零食吃 順口好吃到停不下來喔 然後另外呢 我們要來吃這一個 也是這邊的一大特色 它是那個濕木魚柳 然後它其實就是個頭還滿大的 你看它是整條的濕木魚肉 然後下去炸 仔細看它還有帶著一點點 微微的魚骨 可是不用擔心 因為它也是把它已經炸到 那種香酥的 所以我覺得它應該是可以一起 就是把它咬下去 是那種香酥的感覺 我來吃一口 火不其然 它的那個骨頭 已經炸到酥化的感覺了 然後呢 所以你咬下去 它是脆脆的那種滋味 所以它就算把它炸到 像是那種魚乾的感覺 你也不會覺得吃起來很乾彩 它有裡面的那個魚油的 一個潤滑度在裡面 所以吃進去是非常的香的 這個好香喔 天氣真的是熱爆了 好熱 你去買一點涼的好不好 好…買涼… 不是啊 不是這邊 我帶你去吃冰 而且我們去吃的是 古早味的手搖冰喔 有一攤在那邊 大樹下的有沒有 老闆娘 你好 嗨 妳好 我聽說你這邊有那個 很傳統的手搖冰 什麼是手搖冰啊 等一下 是 這旁邊都是放滿冰塊啦 對 我們在製作過程 就是撒一層冰 然後你就是要這樣沿著 邊邊再撒一層冰 然後這樣子 你就這樣子一直咬 我每咬15分鐘 我就是要把內壁的這個 鏟下來 對… 對 要大概 咬多久 兩個半小時 好久喔 在年輕人的Live House裡 流行聽無插電音樂 在柳營這 則是流行吃無插電的手搖冰 這三個北梯亞打造的特製冰桶 是老闆娘家裡祖傳的寶貝 現在可是找都找不到了 而用這種粗鹽加冰塊 降溫的傳統方式 所做出來的手搖冰 滋味如何呢 好 老闆娘 我要點一杯百香果的 好 火一打開來就好香喔 我們的百香果是新鮮的百香果做的 全部都是刮起來做乳洞 然後採放下來做冰 所以不是用那種調味果汁 是用新鮮百香果 是 好健康喔 對 現在應該很少看到這一種 就是手搖冰了對不對 很少… 好像連製作的工具都沒了 很冰喔 好透心涼喔 而且我覺得這跟一般機器 打出來那個冰沙 感覺不太一樣 它是很綿的 對 它很綿 很細 然後其實浸到嘴巴裡面 你其實不會有那個 太沙沙的顆粒感 一下子抿一下就化掉了 很綿細的感覺 這杯百香果嗎 好喝耶 小小的攤子 還賣古早味的紅茶 以及綠豆沙口味的手搖冰 都是適合夏日消暑解渴的 清涼滋味喔 其中綠豆沙口味的手搖冰 最是受歡迎了 因為在炎炎夏日 吃不下飯的天氣裡 來上一杯料多實在的 綠豆沙冰品 據說不但消暑解渴 還能增加飽足感喔 好 我要點一杯綠豆沙 好 而且這邊其實 手搖冰的就有那個 百香果跟綠豆沙 兩種口味對不對 是 然後另外還有紅茶 紅茶它是不錯 其實就很簡單的 這三種產品喔 對… 但是你就看喔 我們剛剛在採訪的過程當中 就一直有客人來 一直來… 買了就走…對不對 好 很涼喔 很濃郁但是它很解渴耶 因為我覺得它的綠豆沙 老闆娘也沒有把它煮得太甜膩 然後它那個甜是剛剛好的清甜 所以你這樣喝下去 你還可以就是 嘗到綠豆它還滿滿的那種 清甜剛剛好的香氣 然後還有那種沙沙的那種口感 然後還有綿密的那個冰啊 細細剛剛好 照你嘴巴就化掉的那種 結栩的感覺 這一杯綠豆沙濃郁得剛剛好 然後細緻綿密的滋味 很適合在夏天喝喔